这是我找到的唐三 给凯莉一颗小红线 这是我找到的小五 给美人云一颗小红线 这是我找到的王莫 给小野一颗小黑线 啊 为什么给我小黑线 我们在偏斗罗大陆九宫格 你放的是叶罗利人物 当然要给你小黑线 那我还有奥斯卡和陈刺思 该放哪个呢 小朋友们可以告诉我吗 那我放奥斯卡 红线 黑线抵消 我再去找找 我也要小红线 这是我找到的比比东和满红卷 好 给安娜两颗小红线 太好了 我又找到了一个猪猪精 给你一颗小红线 我找到了弗兰德和唐浩 再给你两颗小红线 我找到了蓝孔卷 白雪 快给我小红线 小朋友们 路障僵尸 应该得到小红线 还是小黑线呢 什么 怎么会是小黑线 白雪 这是我找到的白橙香 很好 给小野一颗小红线 路障僵尸一颗小黑线 交换魔法 啊 我的小红线 怎么变成小黑线了呢 四个人才能玩萝卷顿 我们还少一个人 我要玩 我要玩 凯莉 让我跟你们一起玩吧 但是 我们只剩下一个人了 萝卷顿需要小红线才能启动 哈哈 我有一颗小红线 不穿 可说 小红线 小野 下次我们再一起玩吧 哼 小红线明明是我的 路障僵尸太可恶了 路障僵尸把我的小红线 换成了小黑线 我没有办法 跟小伙伴们一起玩了 哼 路障僵尸又开始欺负小朋友 看我怎么教训他 这 有一个宝箱 你们只要能打开它 你们的宝物就是你们的了 小女巫 怎么打开宝箱啊 你们每一个人 出一个斗罗大陆的人物 就能合成钥匙了 我绝对喜欢斗罗大陆了 我出唐三 我出小五 我出戴木白 我出 我出陈思思 合成击败 路障僵尸 你怎么回事呀 陈思思是叶罗莉莉的人物 那是因为 她的小红线是拿了小野的 小女巫 你胡说 我出奥斯卡 合成成功 路障僵尸 果然是你在撒谎 糟了 又被识破了 我跑 小野 你打开宝箱看看 太好了 吃小红线 小朋友们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喜欢的话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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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